感谢天师的和讲师献上的前嫌 大家早安 我们在课堂上不断的呼吁大家一个观念 那就是我们学到的目的 是在找回自己的本来面密 叫我们不要如同未学到之前 只是一味的往外面去求神拜佛 我们都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彻底的去觉悟到 人这一生所有的遭遇 他不是天赐的 不是地给的 也不是别人造成的 有这样的一个体悟之后 那么遇到任何的逆境 你就不会怨天尤人 那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遭遇 都是源自于过去在因地做人的时候 对境而起的每一个念头 日积月累积小成多 而造就成这一生命运的坎坷 或者是平顺 所以我们希望改变命运 但是方法用错 往外去求神拜佛 他的效果是有限的 你正确的方法 是回过头来安顿自己 让我们自己要学会 不要妄念纷飞 你不积聚妄念 也就没有后续人生的危机四伏 庞代的庞运居士 他的一首《寄予里面》 讲得好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话 他说 一念心清静 处处连花开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如蓝 透过修行 调伏妄念 净化自己 如同我们在三乡的愿畅文里面所讲 不要让自信佛堂颠倒错乱 这是我们末后修行的人 最需要重视的一门功课 一贯到长讲 厚度收缘 收缘一定是自己收自己的缘 所谓自信自度 佛不能度 习性秉性 一定靠自我的努力 才能够进化完成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 阿难即从做起 顶礼佛祖 而博佛言 我被愚钝 好为多文 愚珠露心 愚珠露心 为求出离 蒙佛词毁 得正熏修 身心快然 获大饶意 这是阿难代表与会的大众 他就感谢佛陀在人眼法会上 所带给他们的正确的开示 让他们在修行的路上 不再茫茫然错用心思 那这边提到的多文 多文为入道之本 但是你如果只有多文 欠缺的私慧 以及修慧 那么纵然涉猎三藏十二部经 也不能够断除自己的烦恼 世俗人常讲嘛 如人属食 终不能饱 肚子饿了 拿着食谱来看 纵然侃侃而谈 也不能够满足自己的饥肠碌路 所以文思修三会 应该要完全具足 在修行的路上 才能够真正的断除烦恼 离开了烦恼的拘束 行为不会照做偏颇 我们自然就没有业果的一个欺负 那在人眼法会上 佛的屡次开示 让这些小顺的修行人 知道了自己的缺点 也让他们了解 望本空 真本有 所以有心修学 大圣佛法的人 是人人都有机会的 阿难因为了解到这一点 所以才会有那一种的一个感慨 身心快燃 觉得身心都结到解脱了 因为透过佛陀的开示 能够用耳根圆通的正修法门 再用持咒 持戒的一个助修的法门 就能够真正的法本还原 这是法会上 小圣行者 能够身心快燃的最大的原因 世尊 如是修正 佛三摩提 未到涅槃 云和名为 刚会之地 从这一段经文之后 就是阿难 他正式的请教 在修行的路上 修行的位置有哪些 必须具足何种的一个得用 才能够明实相符 这边提到了干会地 干会地 在佛的四种教化方法 藏教 通教 别教 原教里面 以通教而言 他是初位 也就是我们凡夫在阴地 刚刚开始踏入修行的时候 你要先学会降服烦恼 那烦恼是由哪里生 其实从无穷的欲望而有 所以各教圣人都不约而同 他告诉我们 你学到的入手的功夫 就是挂欲 当我们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 有各种的色身香味处的 境界现前的时候 有没有激起自己内在的一个欲望 我急于想把这些东西 拥有变为自己的 这是我们凡夫有六道轮回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 所以你要断六道轮回 你要出分段生死 你开始的起步 用功的方法就是要挂欲 那刚开始学习 绝对不可能出的一干二净嘛 所以还没有资格进入到55个修行的位置 所以甘惠地是观行位 所谓的观行位 就是让我们先透过意理的了解 然后才能够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为 而最初阶的意理 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 诸法缘起信空 你了解它最后是必尽空无所得 自然在境界现前的时候 就不会起非分的念头 所以过去屡次跟各位前嫌提供一个观念 也就是从你踏入修行开始 一直到最后正无上菩提成佛为止 你中间所有修行的方法 绝对没有一个离开一个核心 那就是启用我们的金刚智而即进行观照 金刚智从何而生 从三步离里面 三步离当中 我们不间断的对号入座 开启了我们本有的妙智慧 称它为金刚智 所以一路都是透过观照 欠缺了回光反照的一个能力 绝对没有成到正果的一个可能 所以无数次的引导大家 为什么道理要不断的听 因为平常在洞中 很难去察觉到自己的身口意的错误 唯有在听课的时候 你要收述自己的六根 你只能专注在那个讲堂上 讲师所讲的意理 那在这个当下 只要我们按图所记 将讲师的道理 跟自己的行为做一个配合 就能够很简单的找出自己 应该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 所以定功从哪里赔 课堂上听课 也是赔定的一个上升的大法 你未必还需要另外简择时间 在特定的空间里面 才能够去赔定的 所以以原教而言 观行为大概分为五品 这个所谓的五品 就是你不要认为 所谓的观行 就是多听道理 然后对号入座 如此简单而已 是这五个条件 你都应该要见次俱足 才能够心性逐步的往上提升 第一个叫做随喜品 所谓的随喜 就是在课堂上 谈到大圣佛法 他讲一切法从心响生 宇宙一切万有 都是从这一颗心变现而出的 这是完全有别于 过去小圣佛法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能够深信 这样的一个毅力 而且能够彻底明白 起欢喜心 这个叫做随喜品 所以你观行为 你不听道理 你怎么能够去入手成就 第二个读诵品 读诵大圣 常念不诗称读诵 我要不间断的去透过经典的研读之二 有空的时候还要多去读一些大圣经典 所以不是也跟各位前贤提供一个方法呢 空贤的时候 听听道理 你也可以安排自己早晚课诵的一个功课 这些都是培养我们修行能力增长的一个必不可或缺的功课 第三个叫做说法品 我们深入研究义理 我们读诵大圣 我们对于这些义理所带给我们的认知 我们起欢喜心 我们依教奉行 我们能够自立 也不能够忘记 云云众生来处是一样 所以有机缘的时候 也能够跟别人去分享一些道理 这个分享道理 不局限在你讲道理的深浅 与否 即便是一个因缘果报 即便是很粗浅的立身处事的一个道理 只要能够与别人去分享 带给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思维 这些都叫做说法 所以你一起行的时候 就应该要具足这样的一个能力 而不局限在只有讲师才需要 具备这一门功课 第四个 也就是要能够透过 布施持戒这六度 去做一些与人广结善缘的事情 这边所谓的坚行就是 除了了解道理与人分享 你还需要多做这些工作 那这边的坚行 事行为旁 理官为正 这个叫坚行六度 也就是你行六度的时候 你还需要义理的一个什么 为基础啊 所谓的五度如芒 波若如眼嘛 有这样的一个培养 才能够进入到正行六度 正行六度就是我行六度的时候 我能够妙行无助 随顺着自己的信德 做一些与人有益的事情 我们常讲一句话 叫做理事缘容 理事缘容就是理事无碍 我所明白的道理 跟我所行的一个事情 他彼此不是互相违背的 那观行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修行 他是外凡 也就是凡夫位 如果要跟55个位次里面做一个比较 严格来讲就是别教的实性位 你刚起修的时候 那44心云和剑次得修行目 这边用到了44心 所谓的心就是我们刚发菩提心 我们要累积自己修行的一个得业 最后才能够达到佛果的一个成就 那在因地修行到果地上成佛为止 这边所有的位阶 在佛法里面可以用一个五位 我们讲55位 44位 或者用55心 44心做一个代表 为什么 这个心就是代表你在修学的过程里面 随着无名见识的一个消途 我的真心可以显发于外的 所以即便你我是修大圣佛法 我们也是万丈高楼从平地起 你也是要从实性位 逐步逐步的才能够往上攀登 44心谈的就是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以及登地之前的四加行 暖顶 是忍第一 应该是暖顶忍是第一吧 然后云和亦和方所名为定中 要具备什么样的修为 才能够成为登地的菩萨 在登地之前的菩萨的名称 都是一个全菩萨 也就是鼓励我们 赞叹我们走修行路 但是实际上自己的修为 还不配称为菩萨 一直到登地以后 对于义里有足够的了解 无名纷纷破 法身纷纷正 进入出地之后 这个才是真正的实意的菩萨 也就是地上菩萨 我们所谓的大菩萨 称呼的都是地上菩萨 法身大事的一个位阶 以及最后要如何才能够成为等觉菩萨 所以坐视于乙 五体投地 大众一心 祝佛辞音 邓蒙 瞻蒙 就是他们的眼睛直视着佛陀 然后内心充满了那种激情 所以外面的东西他都看不见了 谈那种专注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进入下一段经文之前 先跟各位前嫌补充一些资料 这些资料跟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涉猎经典的时候 因为古德他所参考的版本不同 所以他们在定55个位次的时候 就会有所差异 天台中的智者大师将佛法教化的内容 分成了藏、通、别、原、四教 这四教对于修行的位次 它的名称都不一样 那藏教指的是三藏教 略称为藏教 他主要是在提路也院的时候 佛魏三圣人所说的阿含经 他教化的主要的对象是身文圣、原觉圣 但是阿含经里面有相当多的内容 跟我们有心修大圣菩萨道的人 你也必须要去了解 必须要去摄入的 所以叫做庞化圣菩萨 那主要宣讲的内涵 不离开四圣地 所以一般常讲 藏教指的就是小圣教的原因在于这里 那通教的意思 是身文、原觉、菩萨 这三圣的人 他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必须具备的一个基础 那这个基础就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 所以万有都是这一颗心一念不绝的当下 所变现出来的 那这个空指的就是空性了 所以不论是原体信空或者是空性 这些都没有离开空意 这些三圣人 他在修学的过程里面 你都要学习的 所以称之为通教 那别教的意思就是 有别于藏教、通教、原教所谈的内涵 别教的内容跟前面所讲的 这三种都不一样 譬如我们在研究维世学法相中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阿赖耶士的一个讯息 当我们真如跟无名 受无名一念不绝的一个影响之下 真如蒙成了 于是生灭跟不生灭合合在一起 他就称之为阿赖耶 以阿赖耶里面染法染污的严重性 就决定了在九法界里面 位置的一个高地亚 这样的说法就有别于通教、原教 还有这个藏教之说 所以称它为别教 那原教 原教很理所当然的 建文思义叫做原荣无碍的意思 在原教他基本上而言 是对一个立根气的人所讲的 他离开了很多方便说、全说 就直接告诉你究竟的一个实相 很像我们常讲的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也就是极空、极甲、极中的中道义 我们在谈经里面谈的 烦恼及菩提、生死及涅槃 各位前贤 这些都是原教人所谈的一些义力 那智者大师他是认为 凡是法华经、涅槃经以及天台中的思想都属于原教 这是智者大师将佛陀教化的一个众生的佛法分为这四种不同的一个分类 那我们必须把它拉回来讲 佛法里面讲三圣佛法 讲唯一佛圣 所谓的圣 就是透过佛的一个教化 可以让人达于涅槃的彼岸 他有承代的一个功能 称之为圣 可是法华经、方便评里面他讲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 无二亦无三 除佛方便说 也就是原本佛来人世间 他度化众生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佛的一个支界 阳气的过去因地凡夫的众生之界 可是众生的根气不一样 在引导的过程里面 他就必须要去因财施教 但是八万四千法 他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我们去达本还原的 所以除了一佛圣 其他都叫做方便说 都叫做全法 所以法华经里面的方便品也讲了一句话 诸佛如来以方便利 于义佛圣 分别说三 所以法门看似有 藏教、通教、别教、别教、原教的不同 但是那个是方便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古得这样的一个叛教 判别这些的佛教的一个佛法 我们就在于当中而起了高下之别的不平等性 永远要去理解法门只是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拿到了一个修道的手上 是否能够成就 还是要看使用者 他自己本身的努力够不够 就像我们一贯道 我们常常觉得很自豪的就是 我们得了三宝 然后我们可以一事修一事成 那问题是我们在学的过程里面 随我们用心的程度的不同 以及我们对于意理的了解的粗浅的不同 我们的成就就会有差别 所以终究是法法平等 无有高下 能够适才适所的引导别人 他就是一个上升的大法 所以二十世尊占阿难言 善哉善哉 如等乃能普为大众 及诸默示一切众生 修三摩地求大圣者 从于凡夫中大涅槃 玄世无上 正修行路 所以如等地听 当未如说 这一段经文 是佛陀赞许阿难的一个发言 肯定他 可以为了与会的大众 以及末法的众生 凡有心求无上菩提的修行的人 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修行的模式 可以让他们逐步逐步的往上攀登 所以众生有请 佛陀就有印了 他就许诺了阿难 要为他解说 五十五个位次 应该具足的一个条件 所以阿难大众 合掌哭心 默然受教 这个合掌哭心的哭心 就是我们要 抵除悬缆 把那颗心打扫干净 也就是我们常在佛堂上讲的 用你的自信 去听道理 自信就没有任何的邪思妄念 没有分别对待 以这样的清净心去听道理 我们才能够受益 如果台上讲师讲 我台下就心里想 他讲的不适合我的胃口 如果抱持着这样的心态听课 那你听再多的课程 终究是与你毫不相干的 因为没有达到进化的目的 连听课都还是人心作祟 所以佛言 阿难当之 妙性原名 黎珠名相 本来无有世界众生 所以佛陀一开始就讲 妙性谈的是我们的真如佛性 也就是清净的法身德 以三德而言 这个叫做法身德 原名就是在这个真如妙性当中 具足了如实不空的万善美德 通称为妙智慧 所以原名谈的是薄弱德 法身德 法身德 薄弱德 都是你我在因地 即便是位在凡夫 也是丝毫不减的一个德用 那为什么不能彰显于外 因为欠缺的修德 我们被很多的邪思妄言给束缚 所以无名太重了 那个法身就不能够展现出他该有的一个妙用 所以黎珠名相谈的就是大圣起信论里面的真如门 我们的真如自信 一法不利 一念不生 一成不染 一丁清净到没有任何的染物 那有何来九法界的正报一报的种种名相的不同 所以谈一真法界 他没有世界 没有众生的一些名相的对立 所谓真如自信 胜不真 凡不减 所以因妄有生 因生有灭 生灭名妄 这边就开始谈到 我们要如何去修 才能够开显出自己本有的一个妙智慧 本来没有的 为什么后来清净的法身 他不能够实时当家作主 我们举目所见的花花世界 左右了我们这一个色身 他最大的原因就是阴妄 阴妄谈的就是最初的一念无名妄动 我们谈所谓的三系六出像里面的 一品身像无名 一品身像无名可以称之为根本无名 有这个根本无名 才会有后面的三系六出的一个货业 所以它是无名的一个根源 而我们学到的过程里面 你要先破预留 才能够出分段生死 譬如以最初的出国 十注未的出注虚陀还而言 见空成圣了 了解诸法缘起信空 不再起贪求之心了 我们就能够逆生死流而入圣人流 当然这只是学到的一个初阶 你还要继续的破粗细的见识二或破成杀或 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解脱 因为连变异生死都已经把它除掉了 那特别要提醒大家 那尼罗汉以上都在破一品身相无名 所以辟之佛的十二因缘的无名 那个无名谈的就是根本无名 就是身相无名 而我们最大的困惑就是在于 辟之佛还是小圣呢 他怎么能够去破根本无名 十二因缘法谈的是一个理路的脉络 你修到有两个物 一个叫做解物 一个叫做证物 所谓的解物就是我对道理的一个明白了 有这个明白作为基础 我才能够循序渐进的 改变自己错误的思维以及行为嘛 所以理有顿悟的道理可以先明白 但是明白道理不代表你 修正就已经达到那种程度啊 我们过去在跟前邪门谈 一旦达到究竟圆满 起不思义夜象的时候 佛陀可以用千百亿的化身 去教化那些小圣的修行者 或者凡夫地有心起修的人 这是千百亿化身的一个功用 另外还有一个圆满报身 是为了地上菩萨所示现的 跟他们讲更为维系的义理 但是有一些三贤位的修行者 他还没有证悟到那一个地上菩萨的位阶 但是对于修行的维系的一个义理 他已经了解在心了 这些立根的修行人 佛也会为他视线圆满报身 为他讲解更深的一个义理 所以先辟知佛的人 未接已经在阿罗汉 阿罗汉是破见思而获的 所以到了阿罗汉以上 那些霍业谈的都是根本无名 那这边我们还要提一个观念 那就是即便你是大圣修行者 你的55个位阶 也是要从实性位里面 逐步逐步提升的 也不是因为我今天修大圣菩萨道 我就可以跳跃三贤位 直接进入到地上菩萨 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 那阿罗汉跟他的差异在哪里 有分为顿跟阿罗汉跟利根阿罗汉 顿跟阿罗汉他的见解有限 他只了解万法缘起信空的出货 他不了解诸法从心响生 所以他在学到的过程 破了三界的出货以后 我们讲见思二货 他就以为自己已经震到涅槃了 殊不知还有尘杀无名祸 还有维系的一品生相无名未破 他就单逆在那个样的一个涅槃之乐当中 他就没有办法去起大用去度化众生 这是一开始他的意理就有所欠缺 所以佛赫赐这种顿跟的阿罗汉的修为 为胶牙败种 那利根的修行者 就是你一开始修大圣菩萨道的时候 你就已经懂得要以天下为己任 你就已经知道 我六道轮回 乃至于在九法界的一个位置的高地 都是源自于你最初的一念不绝 我有没有掌控好自己的心性 所以不要再去怀疑 十二因缘法的无名 他不是根本无名 他是阿罗汉以上 就已经都在破这个根本无名了 所以有这一念的不绝 心的妄动就有生 生出了三系六出 有了三系六出以后 以染法染污的轻重 就决定了 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 我们以什么样的面貌 出现在这个人世间 我们生存的空间是什么 所谓有情世界 就是众生 众生不同的一个相貌 不同的相貌 就生活在不同的空间 那个叫做依报世界 叫做无情世界 所以因生有灭 生灭名望 当我们有了妄念生以后 妄念会忽生忽灭 此灭彼又生 但是所有的生灭 就真如而言 生非真生 灭非真灭 都是无名的幻象 既是幻象 它从来就没有真实的存在过 所以谈生灭 也不过就是方便说 如果回归到究竟原教之说 真如是离开生灭的 真如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灭望明真 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槃 二转一后 二转一号 而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从初旺开始灭 这个灭望的过程 就是灭剑丝祸 沉沙祸 以及一品生相无名的 维系沉沙祸 这所有的过程都叫做灭望 灭一分无名 长一分智慧 而灭望的关键点 就是回光返照 以始绝至 照本觉离体 所以论语里面的时候 儒家里面不是也讲吗 无日三省无身 这个返省 其实就是回光返照 我们每一天的三餐的怨唱文 教我们要去 检点自己的身口意 自信佛堂 不可颠倒错乱 也是教我们要时时刻刻 要懂得对号入座 可是不明白一礼之前 我们把三乡的怨唱文 拿来念 而不是拿来落实在生活当中 所以才讲法门我有高下 使用这个法门的人 那个修行者 他的用心如何 才是攸关他的成就大小之别 所以我们要能够回光返照 再念念回光返照 就是提醒自己 不要让自己心随进转 境界来的时候 不间断的叮咛自己 法不自身 一念妄动才有诸法的一个幻象的产生 即使幻象 我就不要掉悟到陷阱当中 我不迷 我就不娶不贪 你不贪 你就没有行为的造作 你就不动了 你不动就何来业果的一个承受呢 这是我们的初步的功夫 那谈无上菩提 也就是刚刚讲 转烦恼为菩提 成就我们的朋友的妙智慧 大涅槃 用涅槃二字 其实讲的就是 我们消除了自己的三祸 你就没有分段生死 没有便宜生死 而能够成就无与涅槃 那谈这个无上菩提 谈大涅槃 谈转烦恼 谈这个灭生死 断生死 其实这个都是方便说而已 实际上没有烦恼 就真如离体而言 没有烦恼 没有生死 我们的真如的得用 从来没有欠欠过 即便在阴地也是如此 只是欠缺修养 以至于无名覆盖 大用不能彰显于外而已啊 所以在仁言经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迷的时候 建有烦恼 汉菩提 我们现在还在弥味当中 意理懂了一点点 但是不能够时时刻刻 让这个意理跟我们的生活做一个谋合 所以我们还有烦恼 我们还需要去请问别人 怎么样才能够去淡化这些烦恼 我们还有生死 这个生死不仅仅是分段生死 我们每一天的念头 齐齐灭灭 无数次啊 所以我们体会不到修行的一个快乐 而所有的烦恼 菩提 生死 涅槃 凡夫因为迷 就如同一个人眼睛有了障碍 眼睛生病了 在虚空当中 就看到很多幻化的东西出现了 诸佛在因地 通过三大阿森奇节的历练 他灭除了三祸了 如以静眼看虚空 空中本无黄 他看任何事情 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也不是要等我成佛 才能够看得清楚 你在因地努力学到 听闻道理改变自己的时候 一里越多 信息的能力越强 你改变自己的 那种力度就越来越足啊 所以我们的无名在淡化的过程里面 你看待事情的角度 就能够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跟大家一样 都站在三脚下 你如果能够比别人更为忧心 你逐渐逐步的在爬山的过程 你爬一步 你的高度就跟我们有所不同 你的高度不同 你看待景物所带来的感受就有所不同了 你爬到山的最高峰的时候 你看三脚下的一切 是如此的一个渺小 如海中一欧啊 一个泡泡而已 你就不会耗尽自己的心思 只是为了博取那个泡泡 短暂的一个存在 那这些的名利恩爱 就渐渐的离我们远去了 所以站在自信的角度 一法不利 一成不染 本无生死涅槃 也无烦恼菩提 只是迷雾粗浅的不同 给我们方便立了这些东西而已 让我们修行有奋斗的目标 让我们有改变的一个什么 一个动机啊 所以阿难 如今律修真三摩地 执意如来大涅槃者 和你们真心想要修三摩地 以能言经而言 就是守能言大定 那如果再把它广泛地推出去 就是所有有心 求取唯一佛圣的人 你首要的目的是要怎么去做 首要的工具要如何入手 先当是此众生世界二颠倒一 你底部明道难修 所以你入手的功夫 从你一开始 你就必须了解 本来无有众生 无有世界 为什么从毕竟无到后面 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些的名相出来 他的原因在哪里 颠倒不生 斯则如来 争三摩地 你如果没有颠倒的因 你不中这个因 你就不受那个果 颠倒什么 颠倒 前面已经无数次提起 就是一念不绝 你一念不对劲 你的身心 你的颠倒不起 门言经讲 狂信歇 歇及菩提 这个狂信歇 是我六根对应所有六成境的时候 我都没有非分之想 刺激如来 争三摩地 所以我们如何审核自己 我们出国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我也想要 看到那个我也想要得 大包小包带了一箩筐 各位前贤 那个时候你可以很明确的告诉自己 就在那一刻 无名当家作主 道心已经如此的隐为了 或许有人会说 那我们要到国外去 那不就是应该要把这些很难得的东西 要把它带回到国内吗 你所谓的难得东西 其实都不见得是必须的一个东西 它是欲望所带动的 所以后学的儿子出国的时候 我就少跟他讲一句话 请你不要为我带任何的东西回来 我总认为他应该了解我的个性 没想到他还是把它 买回来了 他左手买给后学 右手后学就把它送出去了 因为对我而言 那些他没有意义 我们真的要去在很多地方上去思维自己 对后学而言 物欲是最容易淡化的一个修行的科目 但是我有其他的科目很难去突破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听闻道理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道理去检点自己 我这一生修行的功课在哪里 不是没有物欲就代表你已经飘飘在天堂 你还有其他的情势 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谓的烦恼 物欲也不过就是为乎其为的一簧罢了 但是如果连这个物欲你都摆脱不掉 各位前贤 那修行还真的没有入门 所以阿难云和名为众生颠倒 从这一段之后 我们今天的内容都在谈 十二类众生 他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相貌的原因在哪里 在金刚经是分为十类众生 本体本来光明无所不照 一个讲的就是 这个真如自信里面 具足一切不可思议的妙用得用 本来都有 英明发信 信望见神 英明发信 是因为在一念不觉的吹动之下 无名妄动 于是我们才在避尽空里面 看到了有花有月有楼台的 种种虚妄的一个体性 然后每一个人以自己所爱的 穷其一生不断的盲目的在追逐 到最后 你能够停留在自己身边 穷毕生之地所拥有的东西 停留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 然后还让自己 因为被境界牵动 造作的行为 要承受后面的一个夜报 所以英明发信 这个明就是无名 各位浅显 这个千万不要跟前面的姓名 何为一 这边谈的是无名 这个无名的一个妄动 就产生了虚妄的一个什么 一个想法 信望见神 就从必尽无 成就尽有 就众生有了颠倒了 认假为真的意思 所以我们求道真的很重要 你求道的时候 我们才豁然去了解 这个色身四大是虚妄的 可是能够让这虚妄的四大 产生作用的 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一点灵光 你必须要用这个色身去载道 去发扬自信的光辉 这一生的人生的路 你没有白走 你就交出了一个正确的作业券 那如果 被这个四大给佐用 贪吃 贪玩 贪享受 追逐这些色身名利 那终究是六道轮回 你出脱不了的 所以从必尽无成 人毕竟有 他的关键就是 自信本来清静 因为你一念不觉 不守自信 对近身心 向外攀缘 他才有了 三系六出的 种种的一个相貌的不同 人物有轻重不同 众生所展现 于外的相貌 就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看那些菩萨像 各个是清静庄严 而这个庄严像 是累劫机修而来 再回头看看自己 看看旁边的蝼蚁 怎么长得如此的难堪 难以入目 那就是 无名染污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不要去羡慕佛菩萨 我们也可以成就 佛菩萨的 庄严的一个相貌 这个庄严的相貌 所谓的相由心身 不是让你追求 那个虚幻的外表 而是它代表你 内在的心性 达到一定的圆满的时候 它就能够自自然然的 流露于外 这种清静庄严的感觉的 所以相由心身嘛 我们要为自己的长相 付出绝对的一个责任 过去总认为 这个跟父母的遗传有关 那遗传的时候 父母的好 我们得不到 父母不好的地方 我们都拥有 那就是我们累劫业力所在 所以持有所有 非因所因 持有谈的是无名 因为有无名 才会有后续的所有 三系六出相 非因所因 这个两句的因 它是一 无名是能有 因为有根本无名 才会有后面的三系六出 所以三系六出依根本无名而有 看似三系六出能够依着无名而有 实际上根本无名 它也是一个幻象 它也没有独立的字体 所谓无名实性及佛性 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假象 那怎么能够 所谓的三系六出所依呢 所以谈所有的无名 不论出系 都不是真实存在 因为它不是真实存在 才可以透过累劫基修 实时勤服事 扫尘除够 复原我们的本来面貌 所以住所住相 了无根本 那这边有两个 不同的一个版本的解说 其实都有道理 第一个 古德讲 这个住是指能住的众生 所住就是无名 众生因为住在无名当中 所谓的住在无名当中 也就是 用无名来左右自己的身心世界 所以才会造作出一些错误的行为 那这个所谓的能住的众生像 所住的无名都是虚幻的 一开始就想了就讲 本来没有众生跟世界的一个分别 这是第一种解释 无根本就是没有真实的体性 它不能独立存在 都是因缘和合之物 第二个 能住的是建分 从一品身像无名 衍生出第二细像 叫做建分 建分是能住 也就是法我像 那所住的是什么 所住的就是相分 境界分 因为住这些境界分才有了后面的六处相 那如果我们以前后经文的一个排列 那我们如果解释的话 后学个人比加去采用 第二种解释的版本 但是你用第一种 它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差误 所以本此无助建立世界及诸众生 本来没有无名 没有所谓的一念的妄动 以真如而言的时候 干干净净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无名的扰乱 才有了九法界众生的颠倒向 还有世界的种种不同 所以我们前前回头去想 当初我们求道的时候 在佛前发的十条大院 他第一条谈的就是诚心保守 所谓的诚心保守 就是教我们 你今天求道以后 你要先学会手心不动 所以研究经典 真的会让自己很赞叹 很庆幸 因为在如此多的法门里面 我们有幸去登上一条 最便捷 最直接的修行的法门 但是成就如何 如同一开始所说 还是有赖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深入 我们的用心如何 因为后学已经先前前前门 把后面的经文都已经阅读过 当你在了解十二类众生 谈到那些所谓的软体的虚虫之类的动物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很恐怖啊 我们不希望自己淪落到那样的一个可悲的境界当中 可是我们却出乎了你眼前的每一个念头 都在累积自己将来要去往生的一个住处啊 所以我们的阿赖仪式里面 现在虽然是一个人生 但是不代表其他的众生像的那些的种子 它完全进化掉 所以我们谈扫尘除扣 谈敌除悬染 叫我们要把内心世界扫干净 在你没有清扫之前 你不是要先学会手心不动吗 否则旧有的没有搬出去 新的妄念又不断的进来 猴年马月才能够打扫干净 所以这个世界 我们居住的空间好好坏坏 个人命运的坎坷与否 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你学习修道 就是要给自己有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 所以谜本原名 视身虚妄 因为一念的妄动 我们迷失了自己本源本名的一个真心 我们住在这个虚妄的身心世界当中 把这个四大甲合肢体当作真实有 把那个对境而起的意识心当作是自己的真心 然后完全不知道 这个我们当作是真的东西 它完全都是一个幻象 它是一个存在有时间性 障音拖延而有的东西 你靠它是靠不住的 所以旺性无体 非有所欲 真不变 旺本空 所有你因为谜所产生的幻象 所执着的那些的一个假体 都可以透过我们在一念回光的时候 我们再也不迷了 其实这种入手功夫 就是靠我们对于义理的一个理解 然后常常用义理来教化自己 后学以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而言 因为涉猎经典的机会太多 而涉猎的经典也算是 如是道都有略懂一点点 就略懂这一点点 就让后学在面对日常生活的境界的时候 我就警觉到 如果没有经典的存在 我根本就没有悬崖勒马的机会 会随顺着当时的静 所带动的那个妄念 就一波一波的翻脚不停 然后身口就会造作一些不当的行为 只要有叶的一个造作 它就有果的一个采结 所以后学对于经典会乐此不疲 就是有一个警觉心 在不断的研读之下 我尚且会有一些的错误产生 那如果我不读经典呢 那就如圣人所讲的 一日不读书啊 便觉面目可正啊 所以回光返照 对号入座 是修道的必修功课 圆诀经讲 知患即离 离患即绝 刚开始或许不能够做到 随之随离 可是只要时间久了 你功夫不断的用 这种罹患的能力 不被境界风左右的那种公分 它就会渐渐的永生于外的 所以将欲复真 欲真亦非 真真如性啊 这个非真指的就是忘心啊 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我们只是按部就班的灭无名而已 让自己手心不动的几率 大为增加 然后随缘起大用 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的胡思乱想 不要常常想 我现在修道什么境界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我快速成就 你心里面常常有这种的邪思妄念 这个就叫做将欲复真啊 你纵然是一个想要求好的心 但是这个想要求好的心 它就已经跟真如背离了 因为你要求好 就会相对而立的 还有一个远离恶嘛 有好物质之别的时候 它是相对的 而真如是绝对的 所以道理明白 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即可 不要有太多的那种 那种妄想啊 非真求父晚成非向 这个非真谈的你用生灭心 这生灭心也可以在我们日常学到的功课里面 看出一个端倪 譬如我们讲 我们要消冤解厌 所以我们要积功累得 我要多积一些功德 才能够消除我的冤业 于是在这个积功累得的过程里面 它就注向了 这一注向 注向就是生灭心 你用生灭心 要去求取 那个无形无相的一个功德 那不是就背道而驰吗 所以这叫做非真求父晚成非向啊 你是把那个真如也当作是生灭心来看待了 所以在金刚经里面的妙行无助 他一开始就点名 在修行的路上 按图所记即可 你要离开生灭的妄心 生灭的妄心就是来自于有我 处处谋一己之私啊 其实这是我们自己本身 在承担道场责任工作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去省思 我们自己要去觉察的 如果没有这些生灭心的一个作祟 其实他不会因为你承担某一样工作 他带来人际上的不和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因为真心无我相啊 你无我相你做的任何事情是谋众人的一个力啊 因为无我相你就不会被外境刺激 你就不会有一些不当的情绪的产生嘛 或许舍身办要讲一堂课 叫做什么 去称羞辱行 羞辱 羞辱行词啊 你在修行的路上为什么还有诚心 其实绝大部分 就是那个我相在背后 在发号司令 所以当责任负起是一件好事 可是你在负起的时候 切莫忘记 立事恋心的本意 也就是借由责任开显自己的本来面貌 在这一点上面后学还是最赞叹 我们神力没谁讲事的 我觉得真的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得用 很少修到能够有这样子在阴地修行 有这种菩萨像的一个显现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人 但是后学印象最深的就是他 因为跟他相处了很多的时间 看到他在困境 在事物繁忙的时候 他的那一种的雍容勇度 他完全不动称心的 所以那个我相去出的蛮大的 当然我们讲人在学习的过程是逐步提升 也没有强求大家 当下就要360度的一个翻转 可是一些粗货总要拿掉 如果这个粗货都拿不掉 我们也太对不起自己的修行了 所以永家大师正道歌讲 舍妄心取真理 所有着功德相 他就是妄心 你要用这种妄心 要去求无上菩提 取舍之心成巧味 他还是虚幻的 学人不了用修行 真诚认贼将为子 本来是想借着修到 初六道轮回的泥水坑 没想到因为错用心思了 出此坑入彼坑 只是换了一个泥水坑而已 所以如何让我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做到行舍 行舍就是真正的做到的 随缘消旧业 莫在造信仰 事情来了 义无 这个责无庞贷的勇敢去承担 做的过程 检点自己的罪过错 有则改之 其他的就一概不去想了 所以取不得舍不得 不可得中止莫得 只要这样子的老老实实的学到 其实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 所以古得讲 断除妄想 从真病 去向真如意是邪 前仙们问后学 诵经的时候 杂念纷飞怎么办 我当你发觉有杂念的时候 就代表你的真如已经抬头了 所以你只要能够让真如抬头的机会 越来越多 他妄想就会相对的减少了 你也不需要去苦心积虑的想办法 要用什么样其他的方法 能够快速的解除妄想 不需要 所谓的磨来磨斩 只要你有斩的一个火候 你就能够去成就 所以用有所得的心来追求功德 这是前面不断的跟各位前仙讲的一个 我们现象界比较容易看到的事情 不要由住相修行 这个如果一住相 就是欲真亦非 真真如性 所以所得心是生灭心 生灭心如同人言经开始讲的 因地不争果遭于蛆 用生灭心不能求生灭的真心 所以就是这段经文教我们要离相 离相就没有能锁 你没有能锁 你的负面情绪就会降到最低 夫妻之间 两代之间 手足之间 同修盗扮之间 你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维事情 你一定无法让自己心平气渴 因为你看不到别人的需求 你眼里只有自己 所以用非生非住 非心非法 这边是谈 无名是属于生降 因为有无名就会有夜是行 他是住相 前面谈了 因为一品生相无名 就会衍生出后面的 所谓的二系六出 第二系就是见分 见分是心相 法我之 相分是境界分 那个叫做法相 相分见分 这些都是无名幻化之物 不是真实有 所以非生非住 所有这些我们见的一切的境界相 一切的万法 心法 色法 法本无生 妄见有生 是因为无名妄念 所催生出来的产物 所以法本无住 妄见有住 因为是因缘和合之物 所以分分秒秒 他都在生住意面的变化当中 是我们的错觉 误以为他可以跟我长相厮守 他可以为我所有 这个叫做非生非住 非心非法 真如离相 本无能所 我们认假为真 所以凡夫地把色身当作真实有 小谷阿罗汉 把阿赖耶三系 像里面的见分当作法我像 所以单于在有余涅槃里面 不失去广度众生 这两者都是有能见 都是有所见 都在能所对待 只是出货跟细货而已 出货就有六道轮回 细货就让你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 所以辗转发生 生力发明 心已成业 这个辗转发生 就是透过了一念的不绝的心动 而有了见分相分之后 游戏而出 就开始有了后面的境界为原 长六出的六出相 也就有了我们在眼前所见的 十二类的众生 不同的一个相貌 所以这个生力发明 就是谈这个无名变化的力道 越来越显著的时候 他就带动了后面的那些 显而易见的出货产生 所以熏以成业 把这些虚幻的幻象当作是真实有 就会让我们起第五出的企业项 也就是生口意开始造作行为 所以为什么学到他一定要持戒 就是要让我们还没有在 误入到本心之前 能够透过戒律来约束自己 不造十二 你不造十二 你本有的十善的信德 就能够渐渐的显入于外 那如果遏止不住呢 有了企业项之后 就会有六出的最后一个果报 叫做夜戏苦相 所以从一念的不绝 他就有了三戏五出 这些都是什么 三戏四出 这些都是货 戏货跟出货 到了第五出的企业项的时候 他就是行为的造作 然后最后有苦果六道的轮回 然后你看这一整个的历程 各位前写 他的最原始的起点 竟然就是一念 所以凡夫地 我没有办法造出无量劫之前的 那最初的一品身相无名 可是最起码我要有能力 让自己眼前心念不再妄动 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警觉力 你念念相续不停 即便眼前没有造作出 什么不该有的行为 可是那个妄念存在阿赖耶事里面 他终有一天 外面就会因缘际会 让我们有机会 把我们的思维化为具体的行动 身口就造作恶行了 包括我们对于某一个人的不满 他也是如此 我常想他的不好 你常想他的不好 眼前你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 可是这一种的称恨 埋在阿赖耶事里面 未来生你们相见面的时候 你就必然会因为这一点的不满心 会让我们有冤家路窄的称恨的感觉 于是行为就出生了 所以研究经典会让后学感觉到 当年求到的所有的过程 其实都有他甚深的含义 可是没有透过经典的研读 是浑然不自觉 一贯道的尊贵与殊胜的 同业相感 应有感业 相灭相生 由事故有众生颠倒 同业相感 你对近身心 有了企业相了 然后相同的行为的造作 就会赶得第六初的夜系果相 那所谓的相灭相生 就是本来 我们去造作的行为 受了这个果报 应该就此画下句点 但是无奈的是 在果中又有因 又再造作因 因又生果 因生果果生因 因因果果 没完没了 这个夜报就没有相指的时候 这是六道众生 不断投出投没 改头换帽的一个原因 比如我们这一生 遭遇了种种的不平 某某人骗我的钱财 某某人对我不好 可是如果你不懂得逆来顺受 如果你不了解 今天所有的遭遇 都跟过去生自己的心念 有直接的关系 你就很容易在面对 这些不平的境的时候 会起那个愤恨之心 这个愤恨之心 一起又会吹动我们的行为 去做错了 所以本来是六道轮回 它是讨报 讨报的过程 讨报过度了 你又再重未来生的一个冤家路宅 我们是为了仇业而来 既是仇业 是了过去生自己所犯的错 你有何可愿的 不就是一切都要甘之如鱼吗 这个就是修养 那往往还有一个危机 那就是本来我们所对应的这个人 他不是我的冤家 可是因为我的一个称恨 所谓的沉门失火 辞于遭殃 你殃及到无辜的人身上了 那不得了 本有的冤家的恶缘还没解 又结了很多的冤亲在主在旁边 这个就是苦本还未惜你又再敢过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细思的 你初六道轮回容易吗 因为你求道就能了分断生死吗 从来没这一回事 当年求道的时候 典传师也只是代天宣讲 许我们万八轻浮 也没有说就此你就超生了死 他后面的那十条大院 不是讲吗 愿不能了难把相还 你要还相就是什么 就是趋向无上普及 你要趋向无上普及 就是所有负面的情绪不能有 你要诚心保守 你的真心要能当家作得 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 都是谈到众生 十二类众生的一个由来 他也不过就是将《人言经》第一册里面 他所谈的内容给我们再次做一个复习 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 由如空中华 梦中雾 空中没有花 梦里面的东西也都不是真实有 就是你 才会有这些幻化的东西 围绕在你我的四周 所以你学到走修行的路 不是要我们去改变外面的环境 改变外面的人 改变外面的物 你没有那个能力 你贵为总统你也做不到 所以你真正走修行 你了解众生向的由来 我们依存空间的一个原因 都是从我们的一念不绝的心动而起 所以你就会从自己的内心去下手 你对于所有外面所这一生遇到的 好好坏坏的因缘 你都能够不间断的告诉自己 就是当年一念妄动 才有今天诸多的坎坷不安的境界的遭遇 我们很喜欢读六主谈经 读谈经里面最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不就是慧能大师出山以后 他去听那个大师在讲经吗 两个和尚在谈风动反动的时候 慧能大师讲吗 不是风动不是反动 忍者的心动 确确实实在现实生活里面 一切尽于你我本部相干 是我们的意识心对境随境流转 你把那些境都收纳在我这个内心世界里面 久久不能忘怀 才会吹动了我深口意造作一些的行为 才会衍生出在我们耳后的修办道的路上 你来人世间轮转学习的时候 你面对的功课是容易还是难的 如果你现在不改变自己 继续迷 遏止不住自己的一定妄动 你未来的路一定是很辛苦的 我有一个亲戚也是道亲 我提及了他有数次 他每一天都要发不下于15封以上 超过20封的都有 每一天都有 从很多的上面找到了一些影片 都是跟我修行毫不相干的东西 为了一些的罐头笑声 我有时候大略看一下这些影片 有的要四分钟 有的要五分钟 最少的也要两三分钟 你每一天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 收集这么多的影片 四处去发放 你不觉得很可怜吗 这样东西跟我们修行有关系吗 一点都不相干 于是我就有一个警觉 他这一生所遇到的悲哀的事情 来生半点都少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 所有的不幸 源自于自己不能够手心不动 所以不要向外求 向外攀缘是大错特错 所以活佛恩师曾讲 随缘消旧业 莫再造信仰 以后学个人的体悟来讲 找到我的工作绝对不推脱 然后在学的过程里面 不断挖掘自己 心性有缺陷的一个地方 这是承担工作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把这个好处我丢掉了 只是单纯的做工 他有意思吗 他就变成苦劳了 所以修道的乐趣 就是在不间断的学习过程里面 每其名在为别人服务 服务的当下 也就看出了自己心性不圆明的地方 不断的挖掘 不断的扫除 所以修道绝对是烦恼与日俱解 如果没有与日俱解 反而越来越严重 嫉妒心强 称恨心强 计较心强 这些都是我相 由我相所做的一切 都是事相 事相所积的就是福德 福德不能出六道轮回的生死 因为这些都是用生灭心在学道 他离道必然是越来越远 所以切记后学讲了这句话 所谓的律师恋心 也就是借由责任的承担 来开显自己的真如自信 所以动中有不动 谈经里面的无相诵 不是只有背诵 是让自己拿来减点自己 所以牢记一句话 一念不生全体现 一念放动乌云者 这一念为什么会动 因为对劲了 所以修道人也要懂得趋吉避凶之道 你要趋吉 就是你要先排除外境 不要倾尽那些恶之士 不要去不该去的地方 我恶止不住自己的妄心 我就要懂得适度的保护自己 才会让自己的学到日益有所收获 有的收获 体会出法喜源源不绝的快乐之后 修行的路上 就再也不需要别人的耳提面密 你自己就有无穷的动力 偏测自己往前迈进 所以如何定三心 除了手中手心不动以外 其实我们遇到事情 还是要起关心 因为你没有关照的能力 你就不可能手心不动 首先面对过去的事情 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一天在那边去翻那些旧事 过去心自觉 我常讲过去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就如同过去 在田梗之间有的粪坑一样 你天天在那边搅和那一个粪坑 它就臭气四溢 这个臭气四溢 就是你会熏悉的自己 害到自己 所以过去的一些不幸的遭遇 就让它成为过去 那快乐的事情也让它过去 就能够淡化我们的喜怒之心了 那未来的事情不要天天胡思乱想 我将来会怎样 我的儿会怎样 我的孙会怎样 那不是你能安排的 你只能走自己的路 然后积善之家 有余庆 这是你绝对可以掌控的一件事情 也是绝对可以让你挂爱的事情 不会发生 所以末月末求 你的未来心的憧憬就没有 那对于现在所做的点点滴滴呢 行舍 做对的事情 但不要注相 你就能够用清静心 去面对眼前所要 面对的那些复杂的人事 它再复杂 你的心简单 复杂的事也就能够简单化 越简单处理起来 它就越为得心应手 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了 这是我们在讲众生 向的一个 生发的一个原因 跟各位前线谈 首先的重要 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 下面一段经文 要谈世界颠倒 那世界颠倒 它谈是另外一个区块 而它的内容是相当的一个冗长的 所以今天的时间上只剩17分钟 后学就把它移到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线分享 它才会有头有尾 而不会取其中间而已 那今天这堂课先到这里为止 那就后学所说 有不圆满的地方 课后再给后学指证 感谢天恩施德 谢谢各位前线 感谢观看